今天,我们来用花生米、西芹、胡萝卜、木耳和腐竹来做一款超级好吃的凉拌菜 清新爽口,营养丰富 容器中加入一升温水 一汤匙盐 充分搅拌融化 加入80克干腐竹 水的量一定要没过腐竹 用一只盘子反压住 确保腐竹能够充分泡发 一小把木耳用冷水泡发 8-10小时左右 腐竹泡软了,而且没有硬心就好了 木耳也泡软备用 200克的花生米用水洗些灰尘 倒入锅中,加500克左右的冷水 香叶一片 八角两只 一大匙盐 加盖后,放在炉子上 大火烧开 小火炖40分钟左右 这期间,把胡萝卜去皮 和西芹一起冲洗干净 西芹切大段便于放入锅中 胡萝卜 直接切成细粒大小备用 锅中水烧开了 加入胡萝卜丁 烧2分钟左右 加入木耳,汆烫20秒后捞出 放入冰水中冷却 现在放入锅中 现在放入锅晴,汆烫20秒 捞出,也放入冰水中 最后放入泡软的腐竹 同样,汆烫20秒左右 捞出,放入冰水中冷却 现在花生米也烧好了 如果您喜欢花生米 软烂的口感 可以适当地延长时间 过滤掉煮花生的盐水 将花生放入盘中晾凉 去掉香叶和八角 现在把冷却的各种蔬菜滤去水分 西芹改刀 切成1厘米左右的西芹段 腐竹也同样切成1厘米左右的腐竹段 全部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冷却的胡萝卑丁和木耳备用 切少许的青葱放入小碗中 加入1大匙辣椒粉 1大匙熟芝麻 加入3大匙烧开的植物油 制成葱香辣椒油 不吃辣的可以不放辣椒粉 凉菜盆中 加入1大匙酱油 1小匙鸡精 1小匙盐 1小匙盐 1小匙糖 倒入葱香辣椒油 再加入1大匙芝麻油 将所有蔬菜抓捏均匀使入味 最后倒入有盐味的花生米 翻拌均匀 一道简单又加成的凉拌小菜就可以上桌了 脆香爽口 口感复合 既可以做开胃小菜 也可以做下饺菜 如果您也喜欢 就也做起来吧